我们现在两位面临的问题就是 当时的约定 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你们的确是需要再重新再看一段 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 但这段感情 我觉得不是爱情 或者说这段爱情里面 掺扎了太多的因素 太复杂化了 刚才女士这边是谈到了 不要她的房子 选择了八万块钱的礼金 你哭了 其实是为自己哭的 委屈吗 如果说你真的是爱这个男人的话 爱上这个男人 而不是他对你的好 你会设身处地地为他去想 八万块钱在他来说 也是很难的 对吗 但你觉得亏了 咱们再回答他孩子的一件事情 你爱他吗 其实你们两个都清楚 在当时那个约定情况下 是有特定条件的 这是我现在看 目前的情况 我是为了能够我们结婚 所以我们说出了一二三 这样的条件 但如果这里面有爱情的话 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 你就会心疼他的 谁不想见自己的孩子呢 就如同你一样 所以你们这段婚姻里头 是没有太多爱的充分在里面 所以既然不是爱 那就是条件的一个适配嘛 既然现在条件发生了变化 再重新看一下啊 就板在这儿能不能接受啊 不能接受就分呗 勉强不来的 欺骗也欺骗不来的 对吧 也许说当时你根本就没打算说 那个真是不跟孩子在一起 只是现在我们先结婚 慢慢地呢 咱们有了感情你会允许的 他可能想得比较简单嘛 因为他孩子是住校嘛 住校就是周六周日回来一下嘛 对啊 再往后想 不住校了怎么办呢 还是问题 其实未来还有很多问题的 对 来 我们听听贺老师这么说 你们两个在过去的情感当中 都曾经失败过 什么样的原因你们自己最清楚 男人是因为前妻提了离婚 说你不够关心他 不够浪漫 女人是因为嫌弃前夫 不够关心你 不够浪漫 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年轻 不懂得珍惜的成分 听你们介绍完这么久 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位女士 她没有嫌弃过你的女儿吧 她有嫌弃过你的父母 你谁谁谁 你家里人对她怎么样 你家里谁都不对 她有嫌弃过吗 所以现在我觉得对男人是不公平的 婚姻的天平已经倾斜了 我觉得你们两个 如若要走下去 你需要接受她的现状 如若不接受 我觉得这个二婚 也没有必要再走下去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感情当中 女生要好好的想一想 你能不能接受她的家人 她已经接受了你 然后我要好好地问一下男生 这个女生现在就是完全地失衡 你真的要好好地评估一下 这个女人在你生命当中的意义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何老师 你的前夫来看你的孩子吗 很少 给钱吗 给 请不吝点赞 叫什么 我 我 我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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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